在我们进入直播室的同学,都是到武汉吗? 好的,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华中师范大学在哪里, 华中师范大学就在武汉, 那么我们首先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绝大多数同学都会问,这个学校在哪里呀? 这个城市怎么样呢? 我们的专业介绍就从我们的武汉开始吧。 好,我们的华中师范大学坐落在武汉市,湖北省武汉市, 那么湖北省武汉市总体而言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第二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第三个是中国数量最多的大学, 是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大学, 也是中国高新产业研发中心, 在这里呢,同学们可以不仅学习到最前沿, 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知识, 同时呢也能够毕业以后能够融入到武汉, 还有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所以呢,和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到华中师范大学, 特别是在近几年来,我们有非常多的越南学生, 东南亚的学生。 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郝中师范大学呢,是中国最早接收留学生的大学, 我们现在呢,在校留学生2900多名,来自于143个国家, 其中呢,就包括越南、菲律宾、泰国、老挝、缅甸、 这些东南亚国家,还有美国、日本、中亚地区国家。 所以呢,我们这个华师呢,是一个国际大家庭。 好,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武汉啊, 这个图片上看到的是我们武汉的, 著名的风景和著名的地标, 左手、右手这边黄河楼。 好,这边下面呢,光谷,光谷新区。 好,我看到同学在问,好,我可以说慢一点啊, 我可以说慢一点啊,大家都听得懂吗? 我这样的中文速度,好,我可以说慢一点啊,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直播课。 同学们在陆陆续续的进场,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交流,了解一下,了解大家对留学中国最关心的问题, 并且对同学们的问题做出回答。 那么,今天晚上呢,有我和我们旅游学院工建院长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和旅游管理这两个专业。 很多同学都非常想知道,华中师范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华中师范大学在哪里? 那么我想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华中师范大学。 那么我们大学呢,是建校于1903年。 1903年,那么现在已经是一名,已经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百年名校。 嗯,华中师范大学目前呢,有在校的留学生2900多名, 来自于越南、东南亚地区,以及全世界143个国家。 我们涵盖了31个学院,从文科到理科,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旅游管理、文学、数学等所有的重点专业的学科。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际大家庭里边。 好,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华中师大,然后呢,看看,很多人就会问,华中师范大学在哪里? 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所在的城市。 好,现在大家能够听得懂吗?能够跟得上吗? 那么我们就跟着我的PPT,跟着我们的PPT一起往前走, 了解一下我们的学校,我们所处的城市。 好,看到下面的同学向我问好啊,同学们好啊。 好,接下来看一下武汉市。 刚才介绍到武汉市呢,地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交通非常便利。 同时呢,武汉市呢,是全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有83所高校,100多万大学生。 在中国呢,教育力量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那么我们现在是排名第三位。 好,这个地方呢,看看一下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从武汉到中国的任何其他大城市,坐高铁,基本上都在四个小时左右。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好,这个地方呢,是武汉的地图。 湖北省武汉市,湖北。 好,这个地方呢,是最基本的地标。 你看这个图片上是武汉的光谷。 为什么叫光谷呢?光谷是光纤通讯。 那么是中国高新科技产业的代表。 好,这是我们华中师大的校园。 这个百年名校是建于1903年。 现在是中国排名前35位的著名大学。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要选择武汉大学。 为什么要选择武汉作为你们留学的城市。 你看看这个悠久的历史,便利的交通。 还有从1860年一来,就面对世界开放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好。 聊人。 赞悬旁城。 我说,你好感觉。 我将这个当了。 没有人连入了人。 有人连入,自己行邀里面。 羽毛。 我现在在路上只不让这些。 就知道,不需要,不需要。 买势的运动。 那么,每个人还能得了。 不是用手。 他们能够描。 在路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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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